郭主任说不说你哪天出院了吗 他说这两天没啥事就可以出院了 那压力也走了 这两天估计你在这待的都挺无聊的吧 哎呀那不是一般的无聊啊 那除了吃就是睡 除了睡就是吃 那你想去那玩玩 要不带你转转去 下午正好不忙 那也行啊 哎呀我早就想 我就像灌在笼子里边的小鸟一样 早就想飞出去了 那你想去哪啊 这个地方立那个 那个地方圆不圆 就是什么圆 你忘了咱小时候上学的时候 就说那个那个火烧了那个什么 是什么圆 啊圆明圆 啊对对对对 火火火烧圆 那个火烧圆明圆 啊对对对 就那个地方立的圆不圆 不太半小时吧 小时候去学那个课文嘛 就气了都不行了 值得去 现在而且那些古建筑都还存在 还保留着呢 那那走吧你吃饭了吗 我吃完了 那吃饭走吧 我换个衣服 你稍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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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你快吧我在门口等你 好好好 好了那你 北京大学 终于看见北京大学了 这是清华大学 正对着门呢 这是清华大学啊 对 刚才咱路过那个是北京大学 这个是清华 对那部吗 对啊 北大清华我都来了 我都看见了 从门口过一下 对啊 虽然说我没上过这个北大清华 所以起码的还建了 路过了啊 这也是 好多人暑期的都带孩子过来 免那个学费啥的 是不是还给你奖学金了 对啊 这肯定的 因为学籍好嘛 但是也是在我们整个那个市 对啊 市里边都是挺优秀的嘛 那你学习也是学霸级别的呀 嗯 对 那你学的什么专业 我学的是那个 学的是电子专业 电子 那跟你现在的工作挺对口啊 对啊 当时我就就就想那个 等回来学上大学 然后做直播嘛 那时候没直播的嘛 直播这才几年呢 就是当年嘛 就是正好这个口就对上了嘛 正好嘛 这思想够前卫的 对 挺厉害的 以后你在直播界也是 也是个学霸 肯定 嗯 对 终于来上圆没圆了 嗯 以后你看了那些残酯 就知道当年这个 嗯 中国就是解放的话 嗯 受了多少的自爱难吧 当年就是因为八国联军 烧这边的元舍凯不管嘛 所以说就 这样一边了嘛 这个元舍凯真讨厌啊 真可恨 是吗 他怎么不管呢 你说这么多兵 思想不同意 对 对 那这就是圆明园了 对 他这里边是不是挺大的 挺大的 现在还得往里边走 这刚刚 林口的 他这个 现在 位置挺多的 对 他这个圆明园 他是不是就是 就是公园似的 类似那种 你要第一次来 你就看着像公园似的 你要是那个 转着转着 你就会 要懂历史的话 你就有感觉了 哦 不懂历史 对 对不上号老师吧 好多遗址都对不上号 但是已经呢 就是跟一个大公园似的 对 之前一个大公园 圆明园那个 遗址 就是砸烂的那个 往这儿一直走 走过去就行 这就是圆明园的遗址 对 这保留的还挺好的呢 对 这都是砸烂的 就圈起来的这些 这可恨啊 这 那可恶 你看这原来是多好看的建筑物 永远让后人记着这一点 对 全砸烂了 只要旅游了就看 五万国齿 对 这个课本好像就是 就类似于这种 对 就是这么 这个画面 对对 就是这个画面 这个遗址也是挺大的 嗯 比刚才咱进来的那大 对 我以为它这就一块呢 没想到它这个里边 还挺多的 挺多的 就跟你看皇宫 三宫的院那么多 对 这也不小 这只是一个遗址 对 里边那些东西呢 那装饰起来 嗯 很好 他把能拿走了 他就拿走了 然后拿不走了 他就给砸了 你说这人 你看那石上的雕刻 那花纹 对 多好看啊 嗯 花纹什么的印 多好看 真是 都是一袋这雕刻的 这费老大的事的 上面可以放花 放花瓶 放花瓶的吗 这 哦 它上面它有个坑 可能是 可以种点花啊 什么的啊 不是种花 它是放花瓶的 那也行啊 对 好看 好看 这就是鱼缸 应该是 嗯 养鱼的 对 你看那补装器啊 嗯 养鱼都是用这种 对 石洗 那你你知道这个 石洗是干什么用的吗 我不知道 雪霸 雪霸给讲讲 石洗嘛 就是说石头 跟石头上面洗衣服 所以它简称叫石洗 啊 搓衣服 洗衣服嘛 在石头上面 然后它中间是换水 你看中间还有个眼 中间眼这是放水的 它就洗衣服的时候 洗衣服的时候 可以给它堵上 放上水 然后洗完 就是再给它 可以换水嘛 这跟咱小时候洗衣服的大盆子 对 就是小时候那个大盆 那个原理差不多 真的 简称是石洗 不是洗衣服呢 这是 洗衣服的 对 洗衣服的 洗衣服的 洗衣服太大了 洗衣服呢 学过吗 以前学过上学的时候 白虾了 白虾了 对 这就像 像马桶壶的呀 这个 这个是建筑 建筑构建 这个 没看出来是什么 历史 现在有点 对 讲出一个来说 石株台 这个我要懂 石株台呢 你看 就是石头上面 用石头做的这个株台 就是古代的时候 是放蜡烛的 株台嘛 那那这放哪啊 这个 没个那个坑 没个丁的呢 这个就放在顶上 石株台嘛 有可能 那时候没电 对 这就是个迷宫 嗯 古代的迷宫 真是 捉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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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 这个是 这里 基本上咱那个圆明园就转完了 重点就是那个遗址 嗯 转出来了 对 嗯 这次来真是大开眼界 没白来呀 没有遗憾了 没有遗憾了 从因为从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 那个课本上面就有这个嘛 嗯 然后就想一直都想 哎呀我等回来 我长大了 我得想想圆明园去看一看 是 对 尤其是来了看了这些东西 嗯 心里就特别的爱国 对 我觉得一定不忘国耻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